你好,我是曼妮,我是Kafrananda 我今天参加的Paramashiva Home Level 2的课程 今天是最后一天 这些天课上下来以后我的感触很深 然后自己的成长也很大 现在上到最后一天心里面有很多舍不得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课程以及我的一些成长 那这个课程的主要核心就是告诉我们 你是Paramashiva,你是宇宙的意识元 你可以过你想要的人生,你可以改变你内在和外在的一切 那很多人就会像我一样会有一些疑虑 我怎么能是Paramashiva,我怎么能是意识元 我怎么能做到和宇宙的这个合一 知道自己是意识呢 那这个课程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该如何去做 那最主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努力的做Tagga 就是内在的断舍离,以及外在的断舍离 从而达到跟SWAMI级的高度合一 然后感受到发现自己其实就是最永恒的存在 就是宇宙的意识元,就是Paramashiva 那如何和SWAMI级高度合一 如何做Tagga呢 然后我的感受是总体来讲 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要努力的去做 自己可以做到哪些事情呢 首先外在的这些断舍离,那我们要告别一些懒惰 努力的去做你一些蓝大瑜伽 这瑜伽做下来真的感觉非常棒 你的身体会有很强大的那种改变的那种感觉 能够感受到能量的那种感觉 那还有呢就是吃素食啊 然后做牛食啊,保证自己有一个非常轻松 然后健康的身体 然后能够接收到更多的一些能量 那还有就是内在的断舍离 那内在的断舍离呢,就是说 要做圆满,这个圆满的科学 Swamiji教我们的圆满的科学是非常的棒 然后通过这个圆满的科学呢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身体的内在基因 身体清理身体的一些 一些生物记忆 从而让我们在精神层面上 也能达到非常的清静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还有第二部分呢就是 Swamiji,我们的师傅为我们做的事情 一个阿芬达才能做的事情就是 每一天都会有很强大的搭舍给我们 这个搭舍的意思呢就是 一个中午圆满的大石阿芬达的能量 和我们的能量像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一样,把它纠缠在一起 然后呢,就会使它的高频的振动能量 注入到我们体内 我们在做圆满 然后在做瑜伽,或者是在清理自己的时候 总会有一些局限 是我们没有办法发现,没有办法做到的 那我们没有办法发现的这些模式啊 这些局限啊,然后Swamiji 就会通过它的能量 注入到我们体内 帮我们清除 这个感受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直接改变我们的这些身体代码 由Swamiji 编写一个非常高强度的身体代码 然后注入到我们体内 这个最直行的感受就是 在搭舍的过程当中 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然后整个人都非常的 嗯,就是 就觉得能量在体内里面 在流动那种感觉 就觉得幸福感非常的强 非常的平和 我内在非常的安静 然后 在你做事 在我做事情的时候呢 就是 比以前更有强度 强度感非常的强 然后 才有力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棒 那我还想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我做圆满的一些成果 就是老师们会非常认真的教你怎么做圆满 每一个步骤都会写得很清楚 告诉你一手八手的教你 然后给你充足的时间去做 然后我就是做了这个圆满之后呢 我想起了很多小的时候 跟母亲不圆满的模式 然后我就写了很多 然后就哭哭哭一直在哭 Swamiji说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讯息的一个方式 然后不仅哭呢 然后再做到第三步的时候还吐了 就感觉把整个人的那种羁压的那些 然后负面的东西呢 全部都吐出去那种感觉 然后 整个人就非常的轻 然后就继续再做圆满 然后我就写了 我就写了很多关于我跟母亲之间关系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 我当天晚上就觉得自己身体很轻 然后我就觉得感觉很棒 没想到第二天的时候 就是我妈妈发来微信跟我讲说 说我觉得有你很幸福 就是我妈妈不是那种很很愿意直接表达的人 然后呢就是突然间她就发个信息来讲说 有你我就很幸福 就是突然间接受到表白 然后心里面就很开心 就是觉得心里面就是有一些东西在融化 就觉得很温暖这样 所以我就想说一定是前一天晚上的这个圆满 起了作用 然后让妈妈给我发了一条这样的信息 所以这个圆满的科学真的很棒 持续的做下去的话 对于内在的清理真的非常有帮助 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那我的一些建议呢就是 参加这个课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 每一个环节都要很认真努力的去参与到 这样的话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礼物呢留在最后面 我会发现自己有很大的改变 从内在和外在 用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之后的工作和学习 这16天的课程给我的改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非常非常的满足 非常非常的开心 所以很感谢台节幕后 然后付出的这些老师们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谢谢您的 찾愿 第一个工说 非常有 доступ pela按过取于 黑支 装